大家好我是David 這次要來介紹如何拆解微星的OIN1電腦 本次的任務是要擴充一條8G的記憶體進去做升級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這台電腦是在因緣際會下 我的一位前輩同事在搬家的時候 準備淘汰下來丟掉的 因為功能都還算正常 又可以使用 所以我就把它撿回來了 由於它是比較舊的電腦 大約是2015年左右的 所以我在平常的使用上 感覺有一點點的卡頓 因此我在確認了硬體規格之後 發現這台電腦的硬體、硬碟或記憶體上 都有可以升級的空間 那這台電腦在拆解上其實是非常容易的 背後只有四顆螺絲要卸下來 再加上中間有一顆被寶布貼紙蓋住的小螺絲 總共也才五個螺絲而已 那接下來我們把背蓋做分離 方向是由上往下推開 要注意左邊會有放碟機稍微卡住 在一番嘗試之後 就可以順利打開了 接下來我們看到它背面的部分 它已經很貼心的留下了三個區域 是可以直接用螺絲卸下來 然後將內部零件做更換和補充的 分別是2.5吋硬碟插槽、記憶體插槽和M SATA插槽 雖然我們今天的任務只要加一條記憶體進去 不過這邊還是帶大家看一下 三個插槽都打開分別是長什麼樣子吧 那首先我們先從2.5吋的硬碟插槽開始拆解 這台電腦本身正在使用的硬碟也是被安裝在這裡的 另外我發現這台電腦 平時如果用工作管理員來看硬碟使用率的話 在執行系統程式的時候都會跑到蠻窄的100% 因此影片前面才會說硬碟的部分是可以做升級的 但如果真的做升級的話 原本舊的硬碟就會多出來閒置者 而目前我也暫時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利用方式 因此先暫緩 也可以順便等之後 如果有硬碟特價的時候再入手也不吃 那接著我們來看看Nsata的插槽 剛剛有講說如果要升級2.5吋的硬碟 只能把舊的給換下來 而這個Nsata的插槽 這是一個完全空的插槽 可以直接無痛插入一個新的Nsata硬碟進去 但是在網路上看了一下Nsata的硬碟 目前還是沒有2.5吋的硬碟來的主流 一直在未來的利用性上應該是蠻受到局限的 所以我這邊也暫時退而修其次 先擴充記憶體就好 那最後我們來看記憶體的部分 這次要擴充的記憶體 是我在露天拍賣上買的筆電用記憶體 其實原本我是要找海莉絲的記憶體啦 因為這台電腦原本內建的就是一條4G的海莉絲記憶體 想說找同樣牌子的應該最能相容 但因為是第一次在網路上買記憶體這類的電腦零件 比較沒有經驗 結果我買的只是網路上的商品名稱有寫海莉絲而已 就好像是下訂完還是付款完才一次到這件事 想說也是當作繳學費好了缺個經驗 結果最後打開收到的居然是鎂框的記憶體 這樣也算是另類的因果得福嗎 好像也不錯啦 再來進入實測的部分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擴充之前的效能使用狀況 記憶體使用率大約是在87% 這是在一般使用情況下大約開6-7個網頁 其中一個網頁是觀看Twitch的直播頻道 那一般在開啟Windows左下角通知視窗 還有日期時間視窗以及左下角的開始視窗時 這類執行系統程式的速度本來也是介於順暢與不順暢之間 那在遊戲的部分就比較明顯了 這邊使用的是我平常在玩的盧斯戰機做測試 它是一款卡牌遊戲對效能要求並不高 我可以注意到記憶體已經來到95%的使用率 而這個在我擴充完記憶體之後才知道 原來是已經碰到效能瓶頸了 等一下在影片後面就可以看到 那這邊我們分別以 點擊遊戲內不同的選單來做測試 可以發現到在點擊之後 遊戲畫面好像就停住不動了 那其實是它還在讀取而已 那這邊實測的結果是 像剛剛下面的我的排庫花了11秒 然後這邊點選單人模式花了8秒左右 那可以看到記憶體的使用率 差不多就是維持在95%沒有再更多了 只是可以注意到點擊選項後 點帶的硬碟的使用率也是有上升的 而讀取完之後使用率也有降了下來 那CPU的部分 就沒有對應到什麼太大的變化 那接著進入擴充之後 首先是一般情況下 記憶體的使用率是29% 實際使用的大小就和剛剛一樣是3.4G 那非常幸運的 在第一次裝入新的記憶體之後 系統也有直接順利的讀取到 因此目前的記憶體總共大小就來到12G 那我們這邊開啟CPU-Z來做檢查 來查看記憶體跟進行部的詳細資訊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狀態顯示的記憶體是走雙通道 因為我原本也有點難心 不同品牌可能就沒辦法支援了 那我們再來看個別記憶體的部分 首先來看插槽1 也就是原先的記憶體 接著插槽3 就是我們新擴充的記憶體 那是由美光製造的8G記憶體 年份還算新 是2019年了 那基本上這樣沒什麼異狀 就都沒問題了 我們等一下一樣開啟遊戲 做實測 可以看到最明顯的差異是 記憶體使用率 來到了4.2G以上 那對比先前的95%大小 差不多是3.7G 其實假設已經超過 之前全部的記憶體大小了 所以很明顯之前使用率是受到壓抑的 現在終於被減放出來了 然後在開啟選單的時間也進不到 只需要4秒到5秒 比起先前的8到11秒快了將近一倍啊 那一樣可以注意到在開啟選單的時候 硬碟的使用率也有跟著上升 但應該是有被記憶體分擔了一些工作 一直上升的幅度感覺也略為減少 那最後來談談 這次擴充我覺得最成功的地方 其實我另外有下載冒雪的Call of Duty 現代戰語 也就是決勝時刻它的免費吃雞版 但因為電腦效能的關係 就沒有錄影給大家看了 原本在擴充之前 我打開學生時刻的時候 連遊戲的第一個畫面都是看不到的 是直接黑屏的 但其實是可以聽到音效 還有滑鼠點擊全單的聲音 所以其實遊戲是有在運作的 那應該只是這台電腦還在讀取畫面而已 就跟剛剛看到的 擴充前的是一樣的 那在擴充完這條記憶體之後 我目前就已經進行了好幾場遊戲 也都沒有閃推我當調的狀況 雖然畫質特效那些都是開到最低 但是從不能玩到能玩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差異了 那最後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訂閱和點擊小鈴鐺 那這個浪漫Dude 這個UncleDevi會再帶給你更多實測內容 謝謝大家